我流水线的沾全弹 英文名叫Michael Jack 发言名叫Holedai Jakulai 我的工作是组装手机 那些大牌子手机啊 都是我们代生产的 什么Sansung啊 Lokila啊 App啊 华强北啊 我都有摸过 我是我们流水线的纪检员 那根据不同的牌子商家 要求肯定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种国际化的 Intemplate 对质量的要求肯定是 Valid 毕竟我们也算是半个外型嘛 做的东西肯定是 Nubility 像素膏 屏幕弹 电亮灯 讨压灯 小米手机是怎么检测的呢 我们就用一个温度计 就是Temulet 如果小米手机的开机温度 低于85摄氏度的话 就说明这部手机是不合格 那就要打回去重做 我是怎么检测垂直手机的 质量的呢 作为有情怀的国产手机 质量一定要过硬 一吹起了砸下去 完好无损的那些 才可以放到市场上 去售卖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 哪里有卖 我喜欢的人是四号流水线的李小花 Isabelle Lee 她正在和二号流水线上的赵铁柱谈恋爱 赵铁柱他们班最近在代工那个什么 Upwatch嘛 她每个月连奖金总共有三千两百多块 她是因为钱才跟她在一起的 她连QQ会员都不是那个苹果表 苹果这个没有剧检这个环节 这算爱哄多烂你们都抢了头破水流吗 还用剧检条毛啊 那个Upwatch那么烂你们还不是拿身来换 我是富土康三号流水线的张权淡 英文名叫Michael Jack 法文名叫Koleta Zekulai 像我们富土康这样的translational intemporized 经常会和不同国家的客户说一些技术上的meeting啊 在我们床里不会说英语啊 都会被经理fire掉了 fire in the hole 剪辑so no face 那个二号流水线的赵铁柱 说的都是什么 tingerist 不听又听不懂 sorry i don't know what you say 哈哈哈哈 我的英语算是很好的 那一般国外的厂商都是我负责接代的 欧美的客户比较多 只有我能和他们community patient 我就在手机里下载学英语的 三十天走遍美国 六周琉璃英语 少年成都五百句 那些外国甲方的脾气很差的 还好我英语过英 有时候就得我出面红啊 他们谈这样了 我就赶紧说 you rest you gay 但是有时候 我越红他们 他们就越生 gay s啊 伙伴啊 gay gay s吗 gay gay 同心 同心 总之那些外国人的脾气都很差 有一次我给几个来自 United Compton的领导 安排住酒店 那外资方代表嘛 我肯定要按最高规格去接代 我就安排他们住儒家 都去大床房 哈哈哈 然后我就和他们说嘛 you tonight sleeping asshole 他们好像还很不高兴 什么asshole 无家嘛 ass home 你无家是home name ass home 没有这个说法 whoseass home 最近我在忙什么呢 最近在帮达众公司返修那批有问题的汽车嘛 他们家的汽车不过关就拿去售卖了 卖条毛啊 这还不是全部叫回求我们返修 哎呦我都没眼看了 那款车子的后悬挂系统开热开热 是会断掉的 对方公司委托我们 诊断一下 就是断了嘛 还诊断条毛啊 suspension system 术语就是抵大杠 就是车子的后悬挂系统 它有个成轴 压力大嘛 就顶不住了 on thing about 你想想看 你唱着歌啊 开着刚买来的车和家人兜风 旁边是你新爱的wifi 后面是你的秋等 突然后悬挂断了 你的轮子出现在你的视野里 你以为它要变成大黄蜂 其实就后悬挂断了 what the fuck 装在水泥蹲纸上 失去了年轻的生物 他们的巨简员是羊驼吗 我组装的卡丁车都比它的巨量好 我们虽然是底层的技术工 还是在心底保有良知的 大众那边派来一个鬼佬外资光代表 叫铁柱他们都不敢骂 他们英语不好嘛 我是我们车间英语最好的 是众望所归 我就上去骂那个鬼佬 hey man you are good 才怪呢 他还以为我在夸他 hey 你个雕猫 do you know your suspension system very true very very true you're sleepy 灰断 什么鬼 你妈 son of beak that'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leating your favorite piece 作为一个科技行业的little ship 最近我发现在咱们圈子里面 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只要是个名人 只要是个人名 都开始做手机了 做机的门槛 已经和做机 差不多low了吗 真是的 我的男闺蜜 赵铁柱 最近不做机了 也不做表了 她就去剂剪那些电视屏幕 怎么检测呢 每块屏幕 掰一下 没掰完 就是合格的screen 如果掰完了 就做成曲面电视 然后在高价卖给机了 因为她们都是弯的嘛 曲面电视嘛 英文名叫gatev 简称就是 ULED LED翻译过来就是 老二大的意思 前面再加个U 就是想告诉你 可惜是个弯的 所以并没有什么暖用 这个gatev呢 直男是看不了的 因为它有一个弧度 你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站在中心的位置看过去 存在是OK的 你的wifi 坐在旁边看过去 会有一个形变 里面的男人看起来都是弯的 于是 你的老婆就成了辅女 然而 G老是无所谓的 他们在看gatev的时候 他们在看gatev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的 因为G老的同期 是不和他们一起看电视的 作为一个制减行业的普通从业者 我看到很多人都说 国产的制减员不可靠 有些人甚至买个马桶圈 就是Sikawas 都是要去Japan买的 哎呦我就逼了狗了 坐在国产的马桶圈上 拉出来的是血 坐在进口的马桶圈上 拉出来的就是Holy Seat了吗 那些日本的品牌质量就 好了吗 不见得 那个日本泥商 不照样就上325了吗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 但还是被爆了出来 得到了应有的Pinnis 我跟你讲啊 那些什么日本泥商啊 印度陆虎啊 德国半池啊 他们的制减员根本就是把 脚掉尺 就算你的车子没有坏 也会给你改坏 然后要你掏钱修到 没坏还要掏钱 这别用碰瓷嘛 要收啦 所以我只得找顾客爸爸碰瓷啦 一把坑爹货 达众就诚实多了 因为他们的后悬挂 确实是断掉了 达众车和别家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CS店全称是 Super Stupid Suspension System 就是超傻逼的抵大杠 他们的事故车我都有修过 后悬挂断了是怎么修的呢 就用两块甲板夹上去 甲的一下就修好了 所以日本车是Made in Japan 德国车是Made in Japan 都是坑爹货 后续镜断了是怎么修呢 会用一块备用的 Lock Bad Milla 尝上去就好了 大灯坏了 又是怎么修的呢 给你一个可拆卸式手动晶光灯 把它别在方线盘上 前面的路就亮了嘛 我们富土康的维修车间 是不许吸烟的 如果我想吸根烟 I won't suck a sickly 就会叫上铁柱 到车间外面 来一发 赵铁柱最近在忙什么呢 还在制捡那些苹果表 他的工资比我高整整200多块 所以我在制捡车 他在制捡表 穷完车付完表嘛 我们富土康的作息时间 是很规律的 朝五晚九嘛 八小时休息 八小时工作 八小时加班 但是照铁柱是不一样的 他们要检测 Apple Watch的代给时间 每天就必须上班18个钟 如果超过了18个钟 哪块表子还有电的话 那就要打回去重做 有时候铁柱下钟后 累得连话都说不出了 我就上去安慰他说 黑猪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ense and make it battle 你加班 还能多转一些外贵 then you begin to make a life battle 黑猪 我和铁柱的关系 是很好的 但我就不明白啊 赛人是怎么了 有些人啊 非要说我和他有一腿 两个男生之间关系好一点 有错吗 最激老了吗 我也是有偶像包袱的 怎么随便污蔑我呢 我要郑重地宣布 我是一个标准的 直到 stray boy 简称就是 黑猪 黑猪 董妹 是附土康三号流选线的 纪检员 张全大 最近我都有在加班 因为车间主任安排我 纪检新的 三宋 三宋手机是怎么纪检的呢 就挨个给他们充电 如果没报 就换下一个纪检 如果报了 就换下一个纪检员 总之三宋就是三炮送的嘛 所以用着用着就会 这是正常的 解决方法就是 开罐啤酒 因为炸鸡和啤酒更配嘛 Note 7 是没有质量问题的 出问题的是那些机主的态度 哎呦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跟鸡相处的 人家可是韩国鸡来的 好几千块 长得又漂亮 又是新做的 你不先跟他们聊聊天 撕开膜套上套子就开始用了 你让鸡心里怎么想 而且 鸡 也是需要私人空间的 不能太黏着它 像你们这样 从早到晚 看它 摸它 戳它 用连接线插它 给你你也会爆炸的嘛 哎总之那帮称爱人 都是不懂行的了 Note的全称是 No other to evolve 无指令状态下定向爆炸 是一项新的黑科技 你像UP7就没什么新科技 所以换期没什么屁用 Sansung换期就不一样了 你买一台送给家里的黄脸婆 你老婆就炸了 就可以换一个新老婆 这才是真正意义的 换期 赵铁柱和李小花分手了 因为她劈腿了我们车间另一个Facial Flower 还是李小花的表姐 和Beach Sister 她用一台Apple 7骗到手的 所以Apple的意思就是 艾炮的意思 铁柱就非常套路了 她在艾炮上下了很多的艾炮炮 里面有很多看电影的艾炮炮嘛 她就骗人家看那些闲西电影 什么金鸡 Golden Beach 什么鸭王 King of Gagaga 还有五十多亏 就是Fifties of Gay 所以他们看着看着就 是Fifties of Grey 不是Fifties of Gay 差不多嘛 你那是五十多鸡老的死 没有这种电影的 五十多 哎反正现在她都和那些长妹分手了嘛 分手一般就两种原因 要么就E-D 要么就E-D 赵铁柱是后者 所以她的女朋友都变成了她的前任 她的EXO 前任是EX 不是EXO 差不多嘛 前任就是 EXCITED XXOO過 简称EXO嘛 说多少次了 你他妈 别给我 我是刚从青岛旅游回来的张全蛋 一文名叫 MICLEZ 法文名叫 HORLEY DAI JECU LI 海滩的大排档实在是太热情了 我就在他们家吃了一点西傅 把我的衣服都给扒了 他们怎么知道我喜欢晒日光浴的 其实那段西傅的价格 还算NESUNABLE 我和铁柱两个人也就吃了16万多 头盘就是海带 SIT BAG 简称 MICLEZ 人家说了 这种海带是一毫米十块 是均免两用的 本来是拿来捆钱点的 主菜是阿拉斯加帝皇蟹 的IMPOLO 这种帝皇蟹啊 剥壳的时候要小心 因为他们生前都是欲方天子 蟹壳内封印着洪荒之力 所以贵点也是正常的 一般都不按个卖 是属蟹腿上的 蟹腿上的腿毛卖的 另一道海鲜就是地企鹅了 The King of the QQ 都是开通了皇冠的QQ会员 这些企鹅锅里煮的时候 必须要头朝上 因为一低头 皇冠就掉了 小石也是进口的西傅 是海岸边天然生长的岸贝 South of the beach 岸贝这个beach啊 铲子东营特别的臭 但是胜在新鲜 是早上用拖拉机干 从东营那边运过来的 拖拉机 山东东营嘛 我看到网上呢 很多人都在骂青岛 但是青岛毕竟太大了 翻译成英文就是Glinland Glinland 是世界第一大岛 所以出几个败类 也是正常的嘛 而绝大多数青岛人民 是非常的善良的 非常正直的 就拿青岛的明星来说吧 活跃在Happy Cycle的明星 都非常的仗义 比如黄晓明 Yellow Bright 还有黄紫桃 Yellow Sand of the Peach 还有黄博 Y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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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总之大家就不要影片盖全了嘛 海鲜窄人哪都有 青岛本地人也是受害者 你看 黄晓明大哥 都不敢在本地迎娶安倍了 什么影响呢 Angela Baby 简唱安倍嘛 你干嘛那么